大家好,我是响哥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水果牢骚的做法 首先准备一个兰州田北河 先将北河的根部切掉 再用凉水冲洗一下 接着将北河剪干净 掰成半 然后加入凉水中,再洗干净 起锅 锅中加清水 大火烧开 加几个枣片 倒上准备好的牢糟 用勺子搅动一下 火开大 加适量的白糖 搅着融化 锅开之后加上北河 将北河煮一分钟左右 接着倒上自己喜欢吃的水果 出锅前用土豆淀粉勾芡 再次将汤烧开即可 然后装盆 最后撒上枸杞点缀一下 一道非常好喝的 水果牢骚就做好了 大人小孩都爱喝 喜欢就试试吧 来吃饭 吃饭 你吃饭吧 要好 这好了吧 油好了吧 好了 再喝一口 喝一口 喝一口 你尝香不香 香 我吃一个 北河 我吃一个北河 太好吃了 吃一个北河 先吃这个放得凉凉的更好 对 这个要是放冰箱里面 稍微冷藏一下 放凉的话特别好 你吃这个 那个吃个北河 吃饭